好 心三 我們繼續學四級A1 Prelude in C minor BWV 999 很容易記的 J.S. Spock 的作品 我們剛剛做完第三頁的Harmony 現在就是做第四頁 第二頁 第二版 先看看 我將課程砌了一張紙 你回家就可以跟著做 這樣就沒那麼難 第十三小節就是有什麼音 有G 這個 Middle C 你大約猜到哪裏 希望能夠認到 有A B B D 好像很撞 數一下有什麼音 有G A B B D 我們會當它是G minor 9th 因為我們有A音 所以第十三小節我們會叫做G minor 9th 第十四小節就簡單一點 就是G minor chord G B B B D 這個就學過了 第十五小節 這個就是第十四小節 第十四小節是G minor 現在我們是第十五小節 你見到E flat很低的 可能鏡頭拍不到的 但我主要要彈右手 左手彈E flat 右手有什麼音 B flat D G 這個Harmony很好聽 第十五小節這個叫做E flat major 7th E flat major chord 你應該學過了 E flat G B flat 加上第七個音 就是叫做E flat major 7th 好 我彈回第十五小節 給你聽聽聽 跟回書上面那個排列 就是樂譜上面 E flat B flat D D G 是什麼改喊 E flat major 7th 好了 第十六小節就可能 未學過了 這個比較深一點的 有C A E flat G 這個叫做A half diminished 7th 即使用這個chord會有 A C E flat G 左手就彈一個C音 跟回樂譜上面一樣 右手就彈A E flat G 叫做什麼名字 A half diminished 7th 對了 這次真的學過了 那時候你就會明白多一點 去到第十七、十八小節 就是D dominant 7th 哇 D很低 右手就是A C F sharp 對了 這個是D dominant 7th D dominant 7th D dominant 7th有什麼音 有D F sharp A C 第十八小節 都是一樣 D dominant 7th 我們跟回書上面的彈法 就是左手彈D 右手彈一二五 A C F sharp 跟第十七小節是一樣的 去到第十九小節 簡單一點了 終於G minor了 G G minor chord 跟回書上面的彈法 就是右手要彈一二五 B flat D G 左手彈很低那個D Ledger line加了條線的D 左手 去到第十小節 C diminished 7th 減七和然 第十小節 第十小節 那有什麼音呢 D C F sharp A C diminished 7th 是否拍到右手 好 接著第十一小節 又輕鬆了 就是G minor B G B flat D 對 跟書上面的彈法 G minor 只是排位有點不同 餡料仍然是有G B flat D 好 右手 講回第十一小節 右手 一三五 左手彈的Bass 很低的D 好了 第十二小節 就是D 7th 什麼叫D 7th D 7th D 7th 就是D dominant 7th 就是有什麼音話 有D F sharp A C 第十二小節 那我跟書上面的排位 左手就彈很低那個D 右手就彈一二五 D F sharp C 第十二小節 這個是D dominant 7th 第二十三小節 第二十三小節 哇 E flat dominant 7th 那些餡料有什麼音呢 有E flat G B flat D flat D flat 對 沒錯 就是等於C sharp 第二十三小節 跟書上面的排位 左手仍然是很低的D 右手就彈手指高 C sharp G B flat 二十三小節 E flat dominant 7th 第二十四小節 D dominant 7th 第二十四小節的排法是怎樣呢 跟書上面就會是D C A 對 有A 有A的 這樣 第十四小節 讓我看一下 對 然後 左手有F sharp 那就對 對 是嗎 那你當然可以彈 左手呢 但是二十四小節 我們可以彈F sharp 然後我們就彈C E flat A 好 接著我們去到第二十五小節 哇 有些什麼 B flat diminished 7th 暗很多 這個顏色很暗 左手我們彈D 我們說回二十五小節 B flat diminished 7th 有什麼音 B flat D flat F flat就是E 彈G 對了 你要砌B flat diminished 7th 下次 接著書上面怎樣彈 低於D 右手手指高 B flat E G 第二十六小節 為什麼有A這樣插著一幢 我不懂 看回哪裡 一定是因為有重複 所以我就不寫了 就是這個 第二十六小節 A half diminished 7th 有什麼音 A C E flat G 出一下是不是 第二十六小節 左手彈D 跟著 右手就彈A C E flat G 我把E flat 給右手彈 當然你左手彈也可以 因為左手實在有E flat 所以 第二十六小節 你可以選擇彈 右手 A C G 左手 E flat C 一起彈下去 整個chord 這個叫做A half diminished 7th 有A還有C有E flat 有G 對 餡料齊了 七小包的餡料齊了 第二十七小節 D7 D7 什麼叫D7 D D dominant 7th D F sharp A C 很深 慢慢練習就能練習到 第二十七小節 按照譜彈 右手彈 1 2 5 A C F sharp 左手彈Bass D 那你就要叫做chord的名字 等於我看到你 我需要叫你心3 就不是那個女生 你要說那個chord 說它的名字 我才認到你的 這個Dominant 7th 就是有什麼音話 D 就是D 接著有F sharp A C 切完了 D Dominant 7th 就完成了第27頁 哇 難不難呢 我希望你第四頁 即是第二版 第十三小節 應該怎樣練個chord progression 就是這樣 好聽 其實 很愛上 第十九小節 二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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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小節 二十五小節 二十五小節 哇 好像被人嚇到 哎呀 好像沒有雪糕吃 哎呀 好傷心 哈哈 好的 又做好了第二頁 希望你慢慢練一下 快 一十五個不 like 三十五個不 like